但这头坠毁的不是卫星而是飞机 美国内华达州这场飞行竞赛 就在观众们专注欣赏特技的时候 有一台机型为P-51野马的小战斗机 突然失控撞上地面 而因为小飞机坠机的地点 距离这个看台太近了 造成观众死伤惨重 美国官方估计三个人死亡 但当地也有媒体报道 死亡人数为12人 美国内华达州正举行飞行竞赛 下一秒意外突然发生 飞机坠落的威力几乎炸掉前方看台 民众躲避不及就地寻找掩护 而坐在较远处的民众目睹这一切 也是一整个傻眼 这台由经验丰富的好莱坞替身演员驾驶 机型为P-51野马的小战斗机 当时因为失去平衡 直接撞上看台边缘 结果造成现场数十名观众被炸伤 意外发生后 相关单位紧急派出救护车及消防车 前往现场救援 美国警方也派人到场了解事故原因 初步研判应该是技术上的问题 导致意外发生 昨天新闻全球报道